欢迎收看7月15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KK便利店因为售卖印有阿拉字眼的袜子 被控蓄意伤害穆斯林宗教情感的案件 今天出现了戏剧性的进展 两家公司选择改口认罪 各被判罚款6万令吉 5名公司董事获得控方撤回控罪 地庭之后宣判5人无罪释放 KK超市和超商私人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国贤 以及有关袜子供应商 暨新建昌私人有限公司董事苏惠山 今天代表公司认罪 此外控方今天也在庭上撤回5名被告 也就是KK超市和超商私人有限公司董事 拿度私理蔡志全 和妻子拿听私理罗秀梅 新建昌私人有限公司董事苏振发 吴立惠和苏惠山的控罪 控方接着向法官申请宣判 5名被告获释但不代表无罪 不过辩方要求法官宣判 当事人无罪释放 法官聆听辩方的陈词后 宣判5人无罪释放 蔡志全在法庭大厦召开记者会时说 今天对他和律师团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过去4个月或124天 他和妻子公司上下都因为此事备受折磨 他们是被控于3月13号在KK便利店 位于雪舟双卫镇的分店 售卖印有阿拉字眼的袜子 蓄意伤害穆斯林的宗教情感 因此被控抵触刑事法典 通过言语蓄意伤害他人的宗教情感条文 KK超市和超商私人有限公司的代表律师 拿都拉杰巴欣说 他的当事人和公司代表 自警方调查案件以来都给予配合 不曾在被传造时不限声警局或缺停 该公司对犯下的过失感到懊悔 当时在问题被揭发的三天后 管理层便向国内穆斯林公开道歉 为了悼念赵明福逝世15周年 赵明福民主促进会为期三天的正义之行 今天来到尾声 接近40人组成的游行队伍 试图强闯国会大厦时 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队伍没有突围成功 被警方揽下 5名国会议员过后到场调解 火爆的场面才得以缓解 正义之行一行人今早8点开始 聚集在中环车站 随后步行到武基安曼警察总部提呈备忘录 之后再前往国会大厦 准备再次提交备忘录 不过一行人来到距离国会大厦 100公尺处 包括赵明福包媚赵丽兰在内的 数名游行者 试图强闯警方筑起的人墙 冲入国会大厦 现场顿时陷入僵局 众人最终没有突围成功 被警方揽下 赵明福的遗照也在双方推撞时 被撞坏 赵丽兰随后跌倒在地 放声大哭 她之后手持扬声器指出 对政府十分失望 她情绪激动表示 如果没有哥哥的这一条命 会有现在的西蒙政府吗 她说 在西蒙政府执政后 有民众祝贺赵家 终于可以为赵明福命案翻案 但实质精致 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因此她促请西蒙政府 兑现承诺还赵家一个公道 多名国会议员之后到场调解 现场的火爆场面才得到缓解 不过游行者拒绝了 有国会议员各带领艺人 进入国会的建议 坚持要在国会大厦 入口处承交备忘录 最终经过通讯部副部长张燕群 以及议长办公室 特别助理阿都哈迪 和警方协商后 双方各退一步 在国会大厦50公尺外 将备忘录交给出席的国会议员 首相安华之后在面子书发帖 保证将在近期内 和赵明福家属会面 研究他们提成的备忘录 13年前因为在刁曼岛杀害当时 30岁的法国女子弗雷 并将她藏师煽动 而被判死刑的商人阿兹米奥马 根据2023年检讨强制死刑和终身 监禁法令的规定 向联邦法院申请检讨她被判死刑的判决 联邦法院三思今天在聆听双方陈词后 改判阿兹米奥马坐牢36年和鞭吃12下 全城保持冷静的阿兹米奥马 在被狱警代理法庭时也不发抑郁 全城面无表情 根据案情 死者弗雷于2011年5月5号 从斯里兰卡费底吉隆坡后 从丰盛港码头乘坐渡轮到刁曼岛后 就离奇失踪 警方三个月后在岛上的一个山洞 巡获一具完整的骸骨 检测后证实是失踪的弗雷 并根据线索逮捕了被告阿兹米奥马 霹雳太平直弄路几天前 有一辆渔货罗里围板裂开 多箱渔货滚落马路 尽管现场已经被清理 却依然残留漏网之余 曝晒几天后发出了臭味 而且布满蛆虫的腐肉 还会贴伏在路过的车轮胎 让许多车主感到恶心 车轮胎沾满蛆虫的车主 拍下视频到社交平台大土苦水 引来其他同病相连的车主 纷纷留言 分享相同的遭遇 甚至有当地人留言 对现场的恶臭表示恶心难忍 镜头转向柔佛的新山 月底组租客利用出租地址 在新加坡向大尔龙借贷 毫不知情的屋主莫名受到骚扰 不但自家大门被破红漆 还不断地收到大尔龙的恐吓电话 这名华裔屋主潘正明 今天在伊斯坦达布迪里区 国会议员特别代表黄湘鸾 和百林区州议员特别助理 杨慧怡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提到自己和租客以及大尔龙对职 才揭发租客已出租屋的资料 向大尔龙借贷 但这名租客却始终不承认 由于担心事态变得更严重 潘正明已经指示租客搬走 希望大尔龙不要再来骚扰 欠债的租客也已经在昨天漏夜搬家 被称为国民战车的麦威 近期又再一次的有惊人之举 网上流传的视频看到 一辆麦威轿车竟然以倒车之势下山 惊险行为让人叹为观止 这事件相信是在沙巴昆达山的山区路段发生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 这一辆黑色麦威轿车在下山路转弯处 以倒车的形式开车 幸好没有使劲反方向车道 酿成车祸 这一个视频也引起了网民热议 不过由修车经验的网友点出 麦威或许是变速箱出现了问题 导致前进党无法使用 只剩下倒车党可用 所以才会用这么危险的方式下山 而在弗洛交仪 根据朗嘎维基尼的贴文 面对暴风雨来袭的恶劣天气 一架客机在降落时机身摇晃 索性在机师高超的驾驶技术下 最终安全降落机场跑道 网民们纷纷留言赞扬这一名机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集会遭遇枪击事件 震惊全世界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以前在的国内恐怖主义行动 调查这一起暗杀事件 据知情人士透露 执法人员在枪手克鲁克斯的车内发现了爆炸装置 他的家中也发现藏有爆炸物 根据了解 克鲁克斯性格孤僻在高中时曾经被霸凌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就特朗普遭枪击事件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拜登警告 美国存在政治暴力的风险 现在是时候冷静下来 虽然选情越紧张就显得越激情 但无论有多强烈 信念都绝不能沦为暴力 美国联邦调查局周日表示 20岁枪手克鲁克斯是单独行动 目前还没有确定他的干案动机 也没有发现他和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 执法人员正在了解枪手的个人背景 但他的社群媒体档案中没有威胁性语言 也没有发现任何精神健康疾病史 当局在周日也公布了这一次枪击案 另一名死者的身份 证实是41岁消防员 柯瑞·康普雷拓 他当时是为了保护妻子和女儿而牺牲 不过特朗普的竞选行程并没有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 他将出席15号到18号在威斯康星州密尔默基市 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参与人数预计超过5万人 美国多地也掀起了挺特朗普的行动 另外 拜登的竞选团队在枪击事件后迅速改变策略 不再对特朗普口诛笔发 而是专注于传达团结信息 越南北部多个县市7月初开始遭遇强降雨 北部山区周六凌晨4点左右发生土崩 殃及路过的车辆造成11人死亡 私人受伤 由幸存者表示他拼命地用手跑土 保持呼吸 最终才顺利获救 今年初宣布离癌的英国王楚飞 凯特周日线升温布顿网球赛和女儿夏洛特公主 一起观看了南丹决赛 这是凯特王飞今年3月宣布离癌并展开治疗后 第二次公开露面 当身穿紫色连衣裙的凯特和夏洛特公主 一起步进包厢时 观众都起立以掌声和欢呼迎接凯特的到来 巴黎奥运火炬在当地时间周日抵达2024年奥运的举办城市 法国的巴黎展开两天的传递 途经多个著名地标吸引了大批民众齐聚街头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看看奥运火炬的传递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